这抗焦虑的药啊 是最大的一类 就像阿卜作伦啊 路肖西半啊 劳拉西半啊 这一类药物 这类药物呢 大家呢 它的治疗的效果呢 来得很快 有很好的镇静 安神的作用 也有帮助睡眠 这个药物呢 对大家来说 最大的担心呢 就是担心它吃了以后会沉饮 摆脱不了 的确有这个问题 特别是他们当中有一个药 叫Xanax 这个药呢 它吃了以后 它起效很快 能让人一下有一种 很放松很愉悦的感觉 所以这个药呢 它在大街上就成了一种 很容易被滥用的药物 但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成瘾和这个依赖啊 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啊 成瘾的人呢 它是有一定的成瘾的性格 而且呢 它用药的目的呢 还真不是为了控制它的症状啊 能够有个正常的生活 它是追求一种 一种一种愉悦的快感 得到一种满足 那么它是这种基础上呢 去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呢 虽然大家都会表面上看起来成瘾 但是呢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对有的人来说呢 它就需要这个药物 它才能够安静下来 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情绪 是吧 所以就从药物本身来讲呢 它并不是一定要让你成瘾的啊 但是呢 对有成瘾性格的人 他很就容易成瘾 就像跳坦克一样 要有两个双方两个人一起跳 药物是一方面 人是另外一方面 你如果不是一个成瘾性格的人 是吧 那么你就不容易产生这个成瘾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这个药物啊 跟其他的药物没什么区别 至于说依赖 任何一个药物用久了 而身体上对它产生的 身体对它产生的一种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药物呢 也就啊 也就出现了这个啊 依赖的情况 也很正常 所以不管是什么药 你都不能够说停 就把它停了 除非是那些短期使用的啊 抗感染的用药啊 或者短期使用的啊 激素啊等等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啊 就可以停药 那对大部分慢性病 长期使用的药物 你也不是说停 就能停的 停了以后 即便身体不需要它了 它也有一个很 长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适应的过程 所以呢 这是一类啊 抗焦虑的药啊 那么第二类呢 它治疗的对象都是什么人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 我在社交场合就特别紧张啊 公开场合去演讲 也成问题 睡不着觉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惊恐发作啊 惊恐发作 就好像突然感觉 有人要死的样子啊 心慌 然后呢 恐惧啊 手脚发凉 出汗等等 这种惊恐发作 很多人当时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常常去去急诊室去看 查了身体各个方面 没有问题啊 医生说你是 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 焦虑 惊恐发作 那么这些呢 都是可以用这个 医生可能会给你 开这方面的药物啊 开这方面的药物 它这个作用原理呢 就是我们大脑 它属于那种 本啊 蛋灼类的药物啊 它的作用原理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大脑里面 有兴奋性的神经地质 有意志性的神经地质啊 这个意志性的呢 神经地质呢 就是叫Gaba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 有一期讲 这Gamma NG丁酸啊 叫Gaba 那么它就有产生 镇静的作用啊 就是个 就这么 这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原理 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副作用 所有的药物呢 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啊 那么这个叫 副作用的情况下 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容易头晕啊 吃了以后 容易睡觉啊 所以你白天呢 你要是开车的话 你就轻易不要吃这个药 吃了以后呢 会反应迟针 一些会困啊 有的人严重的吃多了 意识还有模糊啊 走路不平衡 年纪大的人呢 吃这类药物特别小心 因为它容易摔跤嘛 平衡上会出现问题啊 另外呢 这个记忆力会差一些 它还会抑制呼吸啊 降低血压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有问题 长期使用呢 一般来说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你产生焦虑也好 情绪 抑郁也好 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大部分呢 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啊 一段时间过去了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情绪呢 也就慢慢缓解了啊 那么药物呢 帮助你一段时间啊 过去了自己慢慢调整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尽量不要长期使用药物啊 但是你如果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这个药你一定要长期使用 你又不是一种成隐性格的人 那么你就要小心 最麻烦的是就是说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呢 这个药物开始不起作用了 然后你要减的话 它会给你带来新的啊 症状啊 就是减这些药也会很困难啊 所以呢 这个药啊 不能轻易吃 但吃了以后呢 你还也不能轻易的就停 特别吃的越久呢 这个药啊 停起来就越麻烦啊 越麻烦 所以大家呢 用药要慎重啊 不用药也要慎重啊 就这个意思